华盛顿消息 共和党人宣布启动对拜登总统弹劾调查第二天 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展开反击 起诉前总统川普执政时的白宫官员齐格勒和其他识人 指控他们非法获取自己大量私人信息并在网上传播 拜登次子亨特的律师昨天在加州一家联邦法院起诉上述11人 指控他们自2020年12月以来访问、篡改、操纵、修改、复制和破坏他人电脑数据 获取亨特数以万计份电子邮件、数以千计张照片、数十条视频和录音 并在网上传播 亨特的律师说 齐格勒等人复制的数据包括亨特的信用卡详细信息、财务和银行记录 这些数据源自亨特的手机和电脑在云盘有备份 目前亨特方面正在寻求陪审团审理此案 并确定如何赔偿 据报道 国会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迈卡锡12日宣布 已要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启动对拜登总统的弹劾调查 迈卡锡说 众议院共和党人在有关亨特海外交易的调查中 发现拜登的行为涉嫌滥用权力阻碍司法和腐败 华盛顿消息 宾夕法尼亚州警方昨天宣布 在越狱两周后被定罪的杀人犯达卡瓦尔坎特终被抓获 昨天上午 宾州警方高级官员比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13日凌晨1点左右 缉毒局一架飞机在搜索区域接收到一个热成像信号 并开始追踪 边境巡逻队的战术小组也被部署到那一地区 比文斯表示 13日早上8点刚过 战术小组在宾州100号公路以西一个树林里的热源处进行了突袭 据报道 警方发现卡瓦尔坎特时 他正枕着此前从附近居民那里偷来的步枪睡觉 卡瓦尔坎特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他被包围 他开始带着步枪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爬行 比文斯说道 当卡瓦尔坎特试图爬离时 在一只警犬的帮助下 警方将他制服 比文斯形容道他反抗了 但仍被逮捕 据此前报道 2021年卡瓦尔坎特持刀杀死前女友 今年8月被判终身监禁 这并不是他唯一的犯罪记录 在他的家乡巴西 他因2017年的一起杀人案被通缉 华盛顿消息 据美国之音报道 特斯拉总裁马斯克近日在一段采访当中表示统一台湾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他认为对于北京来说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无就像是夏威夷与美国的关系 他说如果武统发生 美国将很难保护台湾 这段采访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走红 但有专家学者们批评马斯克帮助北京做宣传 不考虑台湾民众的意志和利益 马斯克的这段评论来自一档播客节目的专访 在被主持人问到他如何看待中国问题和美中关系的时候 马斯克表示 他几年来多次造访中国 并和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有过不少交流 所以他很了解中国 马斯克指出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 台湾很像是夏威夷之类的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被人为的分开了 主要原因是美国阻止了任何方式的统一 他还补充说 在不远的将来 中国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力量会远远超美国 这让美国保护台湾变得格外困难 马斯克表示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没有外交解决方式 那么就会用武力方式解决 华盛顿消息 共和党籍犹他州联邦参议员 罗姆尼昨天宣布 他明年不会寻求连任参议员 希望为新一代领导人让幕 罗姆尼在社群媒体X上发布影片表示 过去25年以来 我一直在从事各种公共服务 下一个任期结束时 我将80多岁了 罗姆尼强烈建议77岁的川普 和80岁的拜登应该效仿他的做法 为年轻的参选人铺平道路 罗姆尼认为 拜登和川普都没有有效地领导各自的政党 应对国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罗姆尼还提到 坦白地说 现在是年轻领导人的时代 应由他们做出决定 塑造他们生活的世界